我们再次欢迎同学们回到猎王纪下的课程 我们已经来到猎王纪下的第十三章 如果你有圣经 你可以把圣经放到猎王纪下第十三章 我们大概可以稍微了解猎王 我们已经来到一个时期 特别在亚兰是哈谢作王的时候 那么汴哈达三世就快要起来 在北国是耶护之后有耶哈施 在南国我们知道有一个亚特利亚的女王 他起来要剿灭大卫的王室 当然还有耶阿施 我们在上个礼拜特别谈到他 那么耶阿施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 就行耶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弃 百姓仍在那里献祭烧香 我们在上个礼拜看到他们 他之后在晚年的时候 怎样跟耶和耶大产生了这个冲突 特别在管理圣殿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看见迦南人他们拜偶像都在秋坛 所以如果在考古的时候 常常会发现很大块的石堆 其实都是古代敬拜的这些祭坛 那么以色列人敬拜神 也在这个祭坛的上面来敬拜上帝 所以这些都是当时候 以色列的王或者犹大王所面对的困难 他们没有办法把秋坛除气 那秋坛有两种 一种是献祭给异教的偶像了 那一种呢 是献祭给耶和华的 所以这些 这些祭坛你常常会在圣经里面读到 那这是上帝所不喜悦的 神只希望我们能够在圣殿里面来敬拜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喜欢照自己的意识来敬拜 其实所有的敬拜必须按照圣经 而不是按照人的意识 但是在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就看见人的问题就是 在上帝的启示的话语里面 我们渐渐的偏离 那我们偏离的有时候 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在古代的社会猎王的时代也是如此 那么我们看到北国的君王呢 没有一个不拜一落不安所设的金流毒 那最坏的也拜了巴黎跟亚瑟拉 好像亚哈跟亚哈谢 所以在猎王里面拜偶像是很普遍的事情 在南国的信仰情况呢 时好时坏 坏的君王就拜偶像 更差的甚至是儿子金火 这以后我们会读到的 犹大王亚哈斯还有马拿西 都是这一类的王 那比较好的君王就不拜偶像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阻止 百姓在各地的秋坛献祭 就包括了亚撒 约沙法 约阿斯 亚马歇 吴西亚 约旦 我们这些都会看到 他们的改革都没有办法彻底 而当整个国家灵性最好的时候呢 就是一切的偶像秋坛都被拆毁 那百姓都到耶路撒冷的圣殿来献祭 所以什么是真正的复兴呢 真正的复兴不是很多的敬拜 真正的复兴是按照圣经的真理而敬拜的 所以今天可能有很多很多的敬拜 但是有些敬拜是在秋坛上面 有些的敬拜不是照圣经的真理的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一个学习就明白 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 为什么上帝的话这么重要 因为人最容易离开的就是上帝的话 我们看到了约阿斯之后呢 他在修理圣殿 我们在上个礼拜提到修理圣殿 就碰到了跟耶和耶大的权力的斗争 所以在上帝的眼中呢 修宪圣殿是重要的 那甚至超过君王其他的分工伪计 但是因为他们有一些钱财的问题 所以特别产生了这一个纠纷 那耶阿斯当然很可惜的 到他年老的时候 甚至把耶和耶大 对他的有恩的恩人的儿子 怎样也给杀了 那这是我们在上个礼拜结束的时候 看到宫廷里面的斗争 那我们就进入了第十三章 那第十三章的第一节就提到 犹大王亚哈谢的儿子约阿斯23年 耶和的儿子约阿斯 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的王17年 那现在的焦点又转回到北国 耶和的儿子约阿斯了 那他在撒玛利亚登基 那圣经里面关于这个北国的约阿斯呢 只是很简单的带过 那还有另外一个约阿斯 是在南国的犹大的约阿斯 那现在我们是谈的是北国的约阿斯 那第二第三节我们读 约阿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效法明霸的儿子耶罗不安 是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那罪 总不离开 以示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谢和他 儿子变哈达的手里 你看到这个开国的元帅 或者开国的君王有多么重要 如果他当时候走得对的话 那整个国家就下来都会走对的路 但是当他一开国的时候 他走错了路 所以他敬拜金牛犊 你就看见整个北国呢 很难离开金牛犊 所以他们始终都在拜金牛犊 因此耶和华的怒气就常常向北国来发作 那神唯一的方法就是把他们交在亚兰王 哈谢和他儿子变哈达的手里 这是捡到亚兰王 所以有时候神用其他的国家 其他的这些君王来攻打自己的百姓 来作为一个刑法 一个管将 所以当他们在受苦的时候呢 他们才会转向上帝 那这是人的通病 那当人在罪中的时候 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不过他在苦难中的时候 他就立刻会觉察 这就是为什么神许可苦难 在我们的当中 如果人没有苦难的话 有时候人就很难脱离罪了 所以因此苦难使人转向上帝 在这里也是如此 所以你看到当约哈斯 整个北国敬拜偶像的时候 神就兴起亚兰 这个就是亚兰国的哈谢 来教导来管教他 那当人受管教 他就怎样转向上帝 所以第四第五节我们再读 约哈斯就恳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应引他 因为见以色列人所受亚兰王的欺压 耶和华赐给以色列的一位拯救者 他们脱离亚兰人的手 以色列人就安居在家里 你看到这个模式 很像世事的时代 世事的时代也是百姓犯罪 然后神兴起敌人攻击他们 他们痛苦的时候就呼求神 神就兴起一位拯救者 就是世事来拯救他们 他们就脱离平安 脱离平安就是安居在家里 那么脱离平安后怎样 过了一段时间又怎样 又去犯罪了 所以神又在他们犯罪的时候 在兴起这些敌人来攻击他 这个模式不断地在历史中 在我们的生命中不断地重演 所以你看到在当时候 来到耶和的时候 耶和曾经神各列的以色列国 河东的旗被亚兰占领 来到约哈斯的时候 亚兰王灭绝的约哈斯的名 那么践踏他们如同河场上的沉沙 只给约哈斯留下五十步马兵 十两战车一万步兵 这是以后我们会读到的 所以约哈斯恳求约火 约哈就一拟他 就让以色列人所受的亚兰王 来得到来欺恙 所以这样的一个反复的模式 重建那个反复的模式 我们看见什么 我们看见上帝好像在那里玩弄人 对吗 耶和华把以色列交给亚兰王的手里 亚兰就欺负以色列人 然后以色列人请求 耶和华又看到以色列人的痛苦 就赐给他一个拯救者 你读圣经书就有这种感觉 上帝整天在这样 叫人打我们 又叫人救我们 所以的确他常常好像在玩弄我们 但事实上我们一定要明白的就是 我们千万不要这样子想 在我们的理性里面都是会这样子想的 但是我们要被提醒的是 上帝怎么样子的执行 议定他的计划 那是我们不知道的 圣经只是把一些隐秘的事情告诉你 如果没有圣经告诉你 你根本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所以现在神告诉你了 原来背后上帝有议定 有计划 有形式 你知道了 那既然知道了之后就怎样 重点不在上帝怎么做 重点是在我们必须承认 我们人做错了 所以神就把我们交在仇敌的手里 那这是我们要清楚的 那这并不是说神在玩弄我们 那对我们来说 我们就要照做所能知道的 每一件事情去做 我们应该祷告就祷告 我们应该做事就做事 我们应该认罪就认罪 那不要想到我们祷告认罪 跟别人对我们的功绩 都在上帝的什么 议定的当中 所以你要了解 神当然有议定 神当然有计划 神当然会行事 不过重点是 你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做 那你知不知道自己当做的 当然知道 你当做的就照着上帝的真理而行 所以你 主的灵感动你祷告 你要祷告 主的灵感动你认罪 你要认罪 主的灵感动你转离所犯的罪 你就要转离所犯的罪 这是我们人的责任 至于上帝怎么样子的去运作 那是神的工作 所以我们不要想说 反正上帝都议定了这些事情 所以我们什么都不必做了 那这是错误的想法跟推论 那上帝的计划跟议定是一切 但对我们来讲 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做该做的每一件事情 而不应该觉得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所以基督徒的思想是积极性的 我们要做所能够做的 剩下的上帝怎么样 上帝的引导跟看顾 那结果的确我们看见 上帝也兴起什么 当你祷告的时候 神就听祷告了 神就开始改变了我们的处境 我们可以说那个祷告 要恳求也是上帝的感动之下才进行的 所以但我们绝对不要一种思想 以为神是在玩弄着我们 那神如果要玩弄我们 他不用用这样的方法 神还有更高超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背后 我们一定要了解上帝的慈爱 智慧跟他的形式 每一次你想到上帝是智慧的 是慈爱的 你就可以放心 在人生的道路上面 他的计划绝对不是愚蠢了 他的目的就是我们要归向他 这是上帝永远的心理 使我们归向他 所以当时候的约哈斯 他们拜偶像 所以神就兴起敌人攻击他们 他们悔改 神就兴起拯救者 拯救他们 但是重点在第六节 我们读 然而他们不离开 耶路不安 加斯 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罪 仍然去行 并且在撒玛利亚 留下亚瑟拉 所以关键在 你不离开你的罪 问题就不能解决 所以因此他的整个重点 是他们不离开 耶路不安加 是以色列人 陷在罪里的那个罪 那什么罪 拜偶像的罪 所以罪没有解决 问题当然就没有解决 没有离开所犯的罪 问题就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结果就导致第七节 亚兰王灭绝 耶哈斯的民 践踏他们如河场上的沉沙 只给耶哈斯留下五十码兵 十辆战车 跟一万步兵 就表示什么 他们受到很大的管教 所以耶哈斯的时代 就是在这一种犯罪 被管教的环境当中 所以在第八第九节 就总结了耶哈斯所做的工作 一起读 耶哈斯奇异的是 凡他所行的和他的永利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耶哈斯与他列祖同税 站在撒玛利亚 他儿子耶哈斯 继续他做王 这是很悲伤的一个记录 如果一个王 你记录的事情就是你犯罪 上帝管教你 然后你损失 就是这样 表示什么 你有权利 但是你没有做任何的事情 你没有用你的权利 来改变什么 改变整个百姓的生活 所以作为一个君王的责任是 你有权利 你要改善他们 所以今天提醒我们的是 上帝给我们有不同的位置 不同的权利 但每一次当你拥有权利的时候 你能够改变事情的时候 你一定要改变事情 改变什么 改变得更好 使人达到更好的地步 使人达到更敬畏上帝的地步 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权利 那罪不在你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权利 你要尽力地靠着主 来使整个方向得到改变 今天带领教会也是这样 如果你有权利 你在教会里面能够影响 你要使教会敬畏上帝 你要使信徒认识上帝 你要使信徒更加的什么 能够得上帝的喜悦 那我们在家里面也是这样 我们在我们的社区 我们的工作里面都是这样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 神怎样子的 要用我们的权利 使我们归向他 那你说 我真的什么权利都没有 那我知道你可能只管自己 那你也把自己给管好 把自己归向什么 归向上帝 因为那是你的什么 你的权利 管你自己是谁的权利 你自己的权利 所以你用你自己神 给你这个权柄 把你自己管好 使你归向上帝 所以这是 耶和尔做王的时候 的一个遗憾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们 求主是恩怜悯我们 让我们知道 到底我能够做多少的事情 多少事情我能够做 多少人我可以影响 我们一定要使他们 到更好 更敬畏 更认识上帝的地步 而不是犯罪 受苦 然后就留下了一堆的 这些痛苦的记录 那上帝兴起了一位拯救者 这个拯救者是谁呢 那应该指的是以利沙 所以神兴起以利沙来帮助他们 当然也可能是 耶阿斯的儿子 耶罗伯安 这是后来的 神兴起的耶罗伯安 这个耶罗伯安是一个很聪明的君王 但是当然他也不敬畏上帝 不过他怎样指的来帮助 以色列国更加的敬畏 那耶罗伯安 兴起的气面 有时候呢 他不一定是一个很好的人 但是神仍然可以使用 这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常常要记得的 上帝有权利用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谁 上帝能够使用你 就好像巴比伦 尼布贾尼撒 他不是一个好的 他不是一个敬畏上帝的王 但是神用他 在他自证的前期 神用他 那以后的古列王也是如此 所以神可以用任何一个人 来成就达到他的目的 来完成他的心意 既然如此 我们做上帝的儿女 更清楚地知道 神肯定能够用我们 所以我们要求主用我们 来成就他 所要成就的心意 第十节 犹大王约阿斯37年 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 在撒玛利亚登基做以色列王 16年 所以读列王乱就是这样了 有个犹大王约阿斯出现了 然后又一个什么 约哈斯的儿子约阿斯 两个什么 约阿斯 一个是犹大的 约阿斯 一个是以色列的什么 约阿斯 所以你看 又是一个耶阿斯 有个耶阿斯做犹大王 有个耶阿斯做以色列王 所以你就不能够在早上 五点读列王 你一定要很清晰的一个时候 头脑清楚的时候读列王 而且你要把列王的这个位置 这个表放在你前面 让你清楚 知道我现在在谈的是谁 我现在是在北国 我还现在是在南国 你要搞清楚 我上个礼拜有讲了 唯一的安慰是你不一定要记得 因为这不是最重要 重要的是你读的时候要清楚 如果你不记得 可以再回来再读 不是说把它背下来 或是怎样的 你会可以背的 但是你还是会什么 会忘记的 因为人是背多少 忘多少 读多少忘多少 这是我们的通病 但这些都是冷知识 这不是最重要 重要是你读的时候你要清楚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讲的时候 我们要清楚 现在我们讲的是这个北国的 约阿师 所以第十一节 他行约话眼中看为恶的事 不离开尼巴的儿子 伊罗伯安时 以色列人陷在罪里的一切罪 仍然去行 那这句话一直出现 你可以知道伊罗伯安的罪有多大吗 自从他开始拜偶像 以后每一代的人都跟着他拜偶像 所以他的这一个罪行不断地被讲出来 成为一个什么 一个记号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很多时候我们的脚步 我们不要以为我走错 只是一个人走错 你可能一走错的时候 下面的人就跟着你走错了 所以每一个脚步都是重要的 都是重要的 当时候伊罗伯安可能想 我只是一个人拜偶像罢了 我只是为了国家的好处拜偶像 但是他没有想到 以后所有的人都是拜偶像 所以有些人偏离上帝的话 去解上帝的话 扭曲了上帝的话 他以为只影响他自己 不他可能影响世世代代的人 这些罪都有时候是绵远不解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是责任的问题 所以求主也一样的让我们谨慎 十二十三节我们读 约阿斯起义的事 凡他所行的和他 以由大王亚马歇征战的勇力 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 约阿斯与他列祖同岁 约阿斯与他列祖同岁 约阿斯与以色列诸王 一同站在撒玛利亚 所以这里提到了一个人叫做 约阿斯与以色列诸王一同站在撒玛利亚 不是第一个约罗布安 那这个约罗布安他是一个英明的王 但是在上帝的眼中里 他仍然是拜偶像 那神不喜悦 这位王也死了 却站在撒玛利亚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圣经提到的这个时代 就是约阿斯之后 就是约阿斯 当时候是以利沙做先子 所以你有这个 你大概可以知道这个情况 北国仍然是哈谢 然后兴起变哈达 这是他们的这个 当时候亚兰的王 亚述呢 却是亚大尼拉利三世 这是当时候整个政治的情况 圣经很简单地 记述了他们的这个事迹 都有一个共同点 这些都是不好的王 这些都是没有办法 用他们的权利 使百姓敬畏上帝的 当然这是可惜的 然后来到十四节 讲的一件事情 十四十五节 我们读 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 以色列王约阿斯下来看他 父在他脸上酷息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 以色列 以色列对他说 你起弓箭来 王就起了弓箭来 这里提到 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 以利沙是谁 是上帝的先知 是上帝的仆人 以利沙他 对整个以色列重要吗 重要 他行很多的神迹 但是圣经提到 他得了什么 必死的病 那问题是 如果以利沙得了必死的病 他可以行神迹吗 可以啊 他可以医自己的病吗 当然他要也可以 但是重点不在 他是不是医自己的病 重点是神 已经这样子的定规了 所以以利沙得了 必死的病 各位每一个人 都有一天会得到这个病 这不是什么特别的病 这是人犯罪之后 必然的什么 结果 你信主 你做主的仆人 你敬切 你爱主 最后人都怎样 必死的病 所以这个病 并不是什么可怕 乃是人生 有一天上帝要结束 我们在地上的生命 重点不在 必死的病 是之后又怎样 所以我们信主 人有盼望 在基督里有盼望 我们知道病 能够堕弃我们肉体的生命 他不能堕弃我们灵魂 得救那永远的生命 所以以利沙也是这样 当他病的时候 以色列王压斯下来看他 来看他做什么呢 负在他脸上酷息 说 我父啊 我父啊 以色列的战车 马兵啊 为什么他这样子的祷告 你记得以利亚也是被称为什么 以色列的战车马兵 什么意思 就是其实他们就是 想用今天的话讲 以利沙就是以色列的国防部 就是说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他们找谁 找以利沙 以利沙为他们什么 祷告 祷告后神就差遣 天君天使解决他们的困难 他称他为我父啊 我父啊 就表示 约阿斯跟以利沙的关系 好不好 很好 他甚至 很尊重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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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仆人 所以以利沙就对他说 你起弓箭来 王就起了弓箭来了 所以以利亚 以利沙 在他们的服事的时候 行了很多的神迹 得到很多王的感恩跟尊重 雅哈王也不敢杀以利亚 那甚至常常来听他们的话 但他们两个人依然没有办法扭转 以色列人全心归向以和法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为什么 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 那当然圣经告诉我们 人人都有个极限 不管他是谁 他都有个极限 就是上帝 伟大的仆人也不是上帝 他们都有极限 还有人在信仰的里面也有极限 所以有时候属灵的伟人 也有他的什么 盲点 那当马丁路德 我们都知道 他是个伟大的宗教的改革家 那你不得不倾佩他的勇气 在当时候他怎样 使腐败的教会转离 回到圣经 那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人物 但是遗憾的是 他对犹太人那恶毒的攻击 甚至今天还有人认为 希特勒的始祖就是路德 马丁路德 他拒绝了圣经的一句话 或者误解了圣经的一句话 耶稣在被审判的时候 以犹太人喊什么 钉他十字架 然后他们说 留这个人的血归给我们跟我们的子孙 这是犹太人讲的 彼拉多说 我钉耶稣跟我没有关系 我洗手表明无功 犹太人说 没关系 我担这个罪 他使在十字架上的罪 归给我们跟我们的子孙 那马丁路德怎么理解 马丁路德就理解成 犹太人要为自己的 钉耶稣基督的罪负责任 所以他认为犹太人 是不应该在这个地面上来生存的 这个观念 这个种子就种在谁的脑海里面 就被谁利用了 就被希特勒利用了 所以希特勒在屠杀 屠杀犹太人的时候 特别讲什么 特别讲 当他屠杀犹太人 他特别讲说 教会是支持他的 马丁路德的解经支持他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一个遗憾的事情 今天这个历史上的污点 是没有办法除灭的 今天如果你到苦难的博物馆 去看的时候 你就看到他们把 马丁路德所讲的话 写了下来 那这就是遗憾 这凡是伪人他 还有他什么 遗憾的事情 所以这是人的极限 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到的 还有加文 他比路德还要净钱 但他也犯了很多的错误 在他的整个 我们说他是一个 伟大的神学家 那在他的神学上 他的净钱 当然我们 从他的净钱得到帮助 但是他依然会犯很多的错误 所以以利亚 以利沙也是如此 所以今天我们的重点就是 没有人是不犯错误的 所以当你定尊一意 我就是这一派的 我觉得这是危险的 我们可以发挥他们美好的地方 但我们绝对不能有偶像的崇拜 上帝的仆人仍然比他上帝的话来得更渺小 所以上帝的仆人所讲的 如果违背圣经的话 他是要被定罪的 我们不要说因为他是神的伟大的仆人 所以他所讲的话就成为圣经 那这是所有的 今天很多的异端异教所犯的毛病 当我们做基督徒 我们要记得除了神 除了圣父圣子圣灵 三位一体的神以外 我们没有人可以 没有错误 或者高过圣经的 这是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时代 他们仍然是有极限的 所以他们就 约阿斯就来向他祷告说 你帮助我 你帮助我打这场战 所以以利沙就说 好吧 你拿剑来吧 十六节 又对以色列王说 你用手拿弓 王就用手拿弓 以利沙就按手在王的手上 那么就是表示要帮助他 那以利沙呢 这个王是这么亲近他 刚才我们说他没有办法 引导他归向上帝 这不一定是以利沙的错 因为阿斯本身是一个心怀恶意的人 爱偏行几路又渴慕上帝的赐福 十七节我们读 说你开朝东的窗户 他就开了 以利沙说射箭吧 他就射箭 以利沙说 这是耶和华的责圣的箭 就是战胜亚兰人的箭 因为你必在亚福攻打亚兰人 知道灭尽他们 所以用一个很生动的方式告诉他 现在我要你射箭 这个射箭就是表示成功 你就射吧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你同样被这样交代的时候 你会怎样 你就会射箭 对吗 所以你可以看到十八节 以利沙又说 取几支箭来 他就取来 以利沙便说打地把 他打了三次 变止住了 为什么三次就止住了 那以神人就向他发怒说 应当击打五六次 就能攻打亚兰人 四刀灭尽 现在只能打败 亚兰人三次了 我们一定会说 那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讲 我打了之后你才跟我讲 我怎么知道 患者是我们啊 你会打几次 我看最多也是一次 两次三次 还要再打下去吗 那其实在这件事情上的重点是什么 重点其实是在 借助他射箭的热忱 来表达他的心智有多强 他叫他打他就打 他打了三次 他觉得不错了三次了 可能我们最多是两次三次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当以利沙说你射箭的时候 他就射箭 那神为什么发怒 重点不是次数 而是热忱 再从那个热忱看出他的心智 所以很多的时候 就从这件事情上显示 亚兰是没有斗智的 他没有为神征战的心智 重点就是这样子 当然很多人 这件事情只是一个方式 今天很多的时候 我们服侍主 怎么知道你的心智没有心智 如果有个人说 如果我要读神学 那你要不要支持他 你凭什么支持他 我想最基本的方式 你支持他就是因为他 已经在服侍的生活当中 很积极地在服侍 他的热忱已经看到了 他为主的那个心智 你看到了 你才会支持他 如果他没有这个心智 没有这个热忱的时候 你会支持他吗 你不会支持他 所以今天 很多的传道人是从哪里产生的 从热心的人当中产生的 因为他已经显明在他的心里面 同样的 同样的 耶阿斯的那个 为主征战的心智 已经隐藏在他里面 但是人家看不出 他有这个热忱 以利沙说 你根本没有这个热忱 你只想要得胜 但是你没有那个热忱 同样的 有很多时候人说 我要读神学 但是没有那个热忱 我要服侍主 没有那个心智 因为有时候 你只是看到好的一面 你没有看到那个心智的重要 所以 卢生学是很简单的事情 是那背后的心智跟热忱 那是持久的 那是重要的 这件事情 就使到约阿斯 只能够打胜三次 这是以后我们会再谈的 那么我们继续地看下去 那么二十节说 以利沙始了 人将他藏买到了新年 有一群摩亚人犯禁 有人正仗死人 忽然看见一群人 就把死人 抛在以利沙的坟墓里 一碰着以利沙的骇骨 死人就复活站起来了 那读这段的圣经的时候 我们感到很神奇 以利沙死了 这不奇怪 因为人都会死 之前他有必死的病 只是奇怪的时候 到了一个新年 新年大概是他们 农作物收根的时候 尤其摩亚人来犯禁的时候 他们就跑 那旧然看见 有人就把死人 因为他们可能在 安葬死人 安葬到一半 哇 有摩亚人来了 他们就把这个死人 就丢了 那丢着 那么他丢的时候 就因为他们都是动了 这个尸体都放在洞里面的 所以就碰到 以利沙的骇骨 死人就复活 站起来了 到底他要 正经记载这一段 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那么你可以看到的 就是连以利沙的骨头 它都会有影响 它甚至可以叫死人复活 可以成为以色列的 战车马兵 防摩亚人来侵犯 那他到底要讲什么 那重点当然不是 以利沙的骨头 圣经没有圣物朝拜的教训 天主教圣物还有 他的能力跟灵力 特别在这个黑暗的事情 他们很喜欢圣徒的骨头 他们用圣徒的骨头 来作为一个默拜 祷告的对象 那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 这些都是迷信 所以今天我们没有这样的迷信 但我们也不可能否认 神可以使用它 所以以利沙的骇骨 就是一个例子 但特别是圣经 启示完成的今天 你一定要记得 这绝对不是教导 圣物崇拜 那重点是在 更正确的理解就是 他提到的一个属灵的人 甚至属世的人 那不论好或坏 多少都会有影响到 后世的人 意思是说 一个人他是属灵的生命 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过去的所做的一切 还是会影响什么 影响后世的人 他所教导是好的 教导会影响后世的人 其实同样的 那么如果这些人的思想 是败坏的错误的 他一样会影响后世的人 所以有些人死了好几百年 他还在抓住世界上的活人 那你读圣经的时候 就明白这个真理 那有一些书就会告诉你 哪一些人在坟墓里 还坐着世界上的人呢 其中一个人就是 这个进化论的达尔文 他已经死了 死了大概一两百年 他还影响着什么 影响世界上很多活的人 世界上很多人 还相信他所讲的人 是动物进化来的 是不是 他还抓住 那还有一个就是尼采 尼采是一个讲 神死了人 存在主义的哲学 他已经死了一百多年 他还是抓住什么 很多人的头脑跟相信 所以你可以看到死人 他虽然死了 仍然有影响 当然如果好的影响的 我们感谢上帝 如果不好的影响的 那是很可惜的 所以以利沙的故事 其实主要的 就是要讲这一点 以利沙在当时候 对他以色列百姓 是在活着的时候的 教导的影响 他死的时候 还是可以成为 他们的战车马兵的 所以如果以色列人 懂得听以利沙的教训 他们当然就会更加的强盛 因为他们会学会 倚靠上帝 是可以经历到 复活的事情 所以求主给我们 常常从圣经的话 从过去的圣徒的教导 从过去历史人物 他们的成功失败来学习 就好像他们的骨头 仍然在影响着我们 这就是那个重点 你不要把它讲成 你知道吗 先知的骨头很有价值 所以我们就找 圣人的骨头来膜拜 这是黑暗时期的错误 这是天主教会的黑暗 到今天还是如此 但信徒绝对不要掉进 这一种陷阱的当中 我们的神是永活的神 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感谢耶稣 他复活了之后 他把全身所有的东西 都带回天上 他没有留下任何的牙齿 没有留下一根指头 没有留下一个头发 如果耶稣都把这些留下来 那很麻烦 可能信徒说 你知道吗 这是耶稣的牙 耶稣的头发 耶稣的骨头 没有 因为我们所信靠的 不是看得见的这些物质 我们知道主的复活 祂是复活的能力 在我们的身上 这件事情所要教导的 就是如此 那么22、23我们再读 约哈斯年间 亚兰王哈谢里次 17亚以色列人 耶华却因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忍试恩给以色列人 连续他们 建顾他们 不可灭尽他们 尚未感触他们 离开自己的面前 你看见 约哈斯好不好 当然不好 他没有信心 他没有依靠上帝 但是神仍然怎么 怜悯他 为什么 圣经说因为亚伯拉罕 以撒雅各所立的约 也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心 以撒的盼望 雅各经历上帝的爱 神跟这些人立业的时候 神仍然纪念这个约 所以很多的时候 不是我们好蒙恩 那是上帝的恩典 领导我们 今天我们这些 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我们领受上帝 很大丰盛的恩典 对不对 那这些恩典 怎么领导我们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很好 我们做了很多 神喜悦的事情 不是 乃是在基督里的这个事实 耶稣基督成就了恩典 这个恩典领到我们 所以我们因此蒙眷顾 蒙上帝的看顾 所以我们今天 在耶稣基督里 享受上帝一切的丰盛 所以你看上帝不断的施恩 这是人家不停的 滥用上帝的恩典 这就是我们要谨慎的 我们要被上帝的恩 感动跟激励 不要上帝赐福 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我们就用上帝的恩典 来行事为人 得罪神 来行事为人 叫神的名受羞辱 相反的 我们要被主的爱所激励 今天你服侍主 你追求 你愿意更加的认识主 你愿意在真理的道上 照着真理而行 都是因为背后那个主的爱 激励我们 不是律法的要求 那不是什么规条我们遵守 乃是因为上帝的恩领到我们 所以不要轻视神的恩耻 其实是要领我们悔改的 有时候上帝一次一次的怜悯 我们要我们悔改 但是人很可惜的 常常上帝的恩慈 领到我们 我们就当着什么 不以为意 我们甚至 可以说我们在 在上帝的 我们在罪有多少 我们就经历上帝的恩典 有多少 这不是圣经的教导 上帝的恩要激励我们 是更好的来服侍主 24-25我们再读 亚兰王哈谢死了 他儿子变哈达 借息他作网 从前哈谢和亚阿斯的父亲 亚阿斯争战 攻击了些诚意 现在亚阿斯的儿子 亚阿斯三次打败 哈谢的儿子变哈达 就收回以色列的诚意 几次啊 三次 为什么三次啊 因为他打第三次 记得吗 其实这里所要讲的就是 以利沙的意言已经实现 当时候他打了三次 所以神就给他三次 收回这些诚意 但实在的 他们如果离开上帝 这些都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所以整个的情况 我们就看到 来到亚阿斯的时候 他打败 变哈达 收复了四地 一共三次 所以以利沙就 的意愿 就饮验 我们就进入第十四章 当我们进入第十四章的时候 我们就圣经中会给我们看到 特别读猎王 会看到很多的失败者 有很多的失败 不是一开始就失败的 很多的生命在早期 是相当成功的 但是行为友好的表现 在早期就得到人的加许 甚至蒙神的喜悦 但可惜的就是晚节不保 以至悲惨的收场 其中我们今天要看到 犹大王亚马歇 他就是最好的例子 亚马歇这个字的意思是 耶和华是强壮的 但是你看他虽然 名字叫耶和华是强壮的 但是他却没有专心 倚靠耶和华 那亚马歇呢 你读这段十四章的时候 你会发现 他是一个小勇善战的王 但是他有若干严重的弱点 结果为自己跟犹大国 带来了祸患 这是我们在这一章里面 要看到的 好 我们读第一第二节 以色列王耶和华的儿子 约阿斯第二年 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 亚马歇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九五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九年 他母亲名叫耶耶旦 是耶路撒冷的人 那这段的经文 其实是告诉你 亚马歇有好的开始 那什么是好的开始呢 那你就知道 我们说好的开始 就是成功的一半 他好的开始 就是他二十五岁 登基做犹大的王 这是很年轻的 有为的人 所以大好的青春 可以为上帝所用 特别我们当中 青年的子弟 我们从年轻的时候 就懂得信靠上帝 盟主的卷选 被神来装备 我们自己可以给上帝的用 这些都是好的开始 这就是上帝恩典 另外我们看见 他来自一个好的家世 他的母亲耶耶旦 是耶路撒冷的 我们大概有印象 他母亲的婚事 是由祭司耶和耶大 撮赫 而嫁给他的父亲 耶阿瑟王的 所以可见 这个祭司耶和耶大 知道他是一个 进迁的后代 所以至少他是名门 王族 至少亚马歇 比他的祖父亚哈歇更好 亚哈歇就没有那么优越的家世了 因为亚哈歇的母亲是谁 是亚他利亚 是亚哈加的人 是安利的孙女 因此亚哈歇也行亚哈加的道 因为他母亲给他祖母 使他行 所以他的祖父 没有他的命那么好 他有一个好的母亲 一个敬虔的母亲 一个好的家世来引导他 那圣经又告诉我们 他又赢得了 行亚哈眼中 看为正的事的这个家世 所以你看到第三节 亚马歇行亚哈眼中 看为正的事 但不如他祖大卫 仍然效法 他父亚是一切所行的 九世秋坛还没有废弃 百姓仍在那里 献祭 烧香 所以他一方面得到 这个称赞 但是他的弱点也显出来 这个弱点就是亚马歇王自政的时候 一度维护正确的敬拜 只是他没有全心去醒 没有彻底的改革 我们常说 斩草不除跟春风吹又伤 所以因此你可以看见 他不够彻底 这就是他的第一个弱点 他的心不专程 亚马歇的心跟脚的方向 跟神不一致 先知阿摩斯曾经说 人如果不同心 怎能同行呢 我们能同行 就是因为同心 如果你要跟神同行 你要跟神同心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跟神同心的人 才能够跟神同行 所以亚马歇他跟神不同心 他没有办法跟神同行 所以这就是他的弱点 他的心不专程 结果下来的很多事情 我们会看见 第五 国一坚定 他就把杀他父王的臣仆杀了 却没有致死杀王之人的儿子 是照摩西立法书上 耶和华所吩咐的说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父杀子 个人要为本身的罪 何时 那亚马歇一登基 圣经说国一坚定 就表示什么 他很好命啊 因为一登基的时候 国家的形势 很快变坚定下来 不像他的父亲 耶阿斯要去打仗 解决很多登基的问题 国家稳固的问题 他稳坐宝座 所以亚马歇也虽然 一如猎王登基后 他屠杀 异己 特别有人暗杀他的父亲 耶阿斯 所以他报仇 不过他有节制 他没有滥杀无辜 也显出了对立法原则的尊重 这是好的 这是他的优点 亚马歇如果能够贯彻 行走属灵的路线的话 我们知道他的前途 是无可限量 但可惜他只有一半的成功 但后来的失败 是更加令人感觉到害怕了 那我们就刚才读到 神的律法禁止 因父杀子 为什么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禁止 其实都是期望什么 不要有渊渊相报 总是要有个停止 我们说过了 如果你父 你杀父 然后你杀子 然后以后 孙子就起来报仇 就冤冤相报 其实圣经的目的是 给你看到固然 那一代的人 他们解决他们的冤仇 就停在那一代 不要让下一代 受到这个冤屈 所以至少你可以看到的 亚马赛 亚马赛尊重这个律法 第七节 亚马赛在严谷杀了以东人一万 又攻击了希腊 改名叫月铁 直到今日 这句话 很简单的一句话 讲了他跟以东人的战争 但是在历代字下的二十五章 就很详细想 他是怎么打这个战 那这个严谷呢 就是在耶路撒冷 严谷讲的就是石海 这个是石海 那么这个是红海 阿卡巴湾的红海 就在这个石海的附近的严谷 他跟以东人打战 这个希腊这个地方 就是今天的这个安曼的地方 当时候的以东地 就在那个打战 那你可以看到当时候的局势 整个情况是如此 所以亚马歇 他处使了杀他父王的臣仆 他在远古杀了一个以东人 一万个以东人攻击希腊 好 你读圣经的时候 告诉我们亚马歇王 统治的时间 一共发出两次 发动两次重要的战争 第一个是跟以东的争战 就是我们第七节读到 第二个是跟以色列的争战 好 我们就先讲 先讲他跟以东的争战 这是历代之下二十五章 五到十历代提供我们的资料 他要去打战的时候 亚马歇就召聚了 犹大兵跟变亚民兵 一共三十万 这是很大的军队 不过他后来数点了人数之后 他发现 他比他的先祖亚撒王的时代 有五十八万的大能勇士 少了许多 所以以色他不顾冒犯 耶和华 他用钱 花钱 从北国以色列 雇了十万个 神不喜欢的雇佣兵 从这里说明 他的心是靠人 多过靠神 所以他把北国的雇佣兵也请来了 一方面给你看到 南北国的关系是好的 但是另外一方面 他却请了这十万兵来帮助他 所以上帝就派使者告诉他说 不要带这些以色列人去打仗 因为他们不存在 神不要跟他们同在 把这些耶和华不喜欢的人 带去是会打败仗的 所以因此 先知了对他的警告 那亚马歇怎么回答呢 亚马歇就问神人说 我给了以色列军的一百他年的银子 怎么样呢 意思说我花了钱 把他们雇来了 我现在把他们解雇了 那怎样 我不是损失 那一百他连得吗 那他这个问题 是我们很多人会问的问题 就是钱财损失的问题 所以在犹大王看来是非常重要的 钱亏了怎么办 那或许在很多基督徒身上 也一样看得很重要 很多的时候 破财总是一件不快乐的事情 尤其是当义跟利不可坚全的时候 为了义你要失去利 为了利你要失去义 所以两种情况出现的时候 肉体总是不甘忍受牺牲的 所以上帝说 你不要带这十万人去 那我请了他们怎样 我钱怎么办 我损失 谁要还给我 破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生活中 很多这样的处景出现了 有时候你做基督徒 也会面对这样的情况 那为什么做事良机呢 这个钱是可以赚的 不过不合神的心意 那为什么要做事良机呢 那些钱不是可以派在很多的用处吗 赚不到不是很可惜吗 所以为了真到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起飞猜不上 算了吗 真行上帝的话 钱财的损失 你愿意吗 有时候你不是很开心的 所以有时候如果你做礼拜完后 还中罚款 你不开心的 你的停车送罚款 你说为什么我做礼拜还送罚款 但是能怎样呢 所以很多的时候 我们会为这钱的问题很纠结 我们少了那些钱 该怎么办 那想想孩子们 跟自己微薄的收入吧 你要真行上帝的话 还是要留住这些钱 还是失去这个钱 去照着上帝的心意的 有时候会有矛盾的 不是每一次都是吗 每一次都是 你做礼拜 那么钱也没问题 有时候做礼拜 你损失钱了 特别是我知道很多人是加班的 你今天做礼拜 可能你不能加班 那你这个加班费就没了 那你要怎样 或者你某一些事情需要服事 你参与服事的时候 你的工作需要 士气的这样一个机会 最简单的就是 很多人做生意的 做开店的 以前礼拜天要做礼拜 店开还是不开 是这一类的问题 所以当基督徒受到极大的损失的时候 这些理由叫他们犹豫不决 不知道是否会染指不易之财呢 或是仍旧本着良心来持守信仰呢 这是我们每个人 在人生的道路上总是有一次半次 可能长时间你会碰到的问题 那你一定要很早地下定决心 如果你不下定决心 你会犹豫 而通常你有余的时候 多数是失败的 很多的成功必须很早就下定决心 如果你在那边征战的时候 多数是你做不到的 但是如果你已经下定了决心 我就是要这样子的 就是损失我也要来跟从主的话 那你就能够做到 好 问题的关键在哪里 问题的关键很多的时候 我们忘记上帝 为什么有这样的挣扎 我到底要损失还是要上帝 有时候你只忘记上帝 所以你选择我不要损失 我不要吃亏 我要这些金钱 我就是要牺牲自己的什么 自己的这个原则 自己的真理 所以关键就是我们忘记上帝了 上帝是那万有的 所以你看接着下来 先知怎么回答 所以神人就回答说 耶华能把更多的赐给你 耶华能够叫你得胜 其实这个困难问题 最满意的答案 就是这个答案 我们的父掌管着财富的来源 如果我们为他的严故受了亏损 他要偿还你千倍百倍 是很容易的事情 就算他不偿还你的话 他也不会叫你什么 不会叫你因此而受亏损 就算你吃的亏 那个亏也是很上算的 所以因此我们很多时候 要顺服上帝的旨意 深信他必为我们义备 所以当这个先知回答的时候 亚马歇就怎样 就解散那一支部队 打发他们回乡 但是这群圣经告诉我们 这群十万兵就很恼怒 你请我现在又解雇了 所以气愤愤的回家了 为什么呢 不用去打仗不是好 反正你都拿到钱了 那为什么要气愤愤的呢 我们先看亚马歇的问题 亚马歇的问题 他是前途至上 所以他神人保证 耶和华能把更多的赐福给他后 他才肯放弃他原有的计划 他好像是走回正途 但实质上心被更多的影子充舍着 而不是心存对神的敬畏 这就是他的问题 所以他不是凭信心 他是认为说 上帝要赔我的损失 我才愿意遵循上帝的话 所以整个故事就分两边讲 亚马歇就带着他原有的三十万人去打仗 打赢了 那圣经有一个记载很特别的 他怎么处理这些人呢 他甚至把这些人带到三崖下 叫他们 把他们推下三崖 他们跌得粉身碎骨 为什么圣经要记载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他就打以东人打仗的时候 他把这些人丢到三崖里面去 那如果你对圣经熟悉 生命纪二十二十一章有规定 所有的王都熟悉的 除了迦南人以外 在战争中俘虏来的妇人跟孩子 不可以像敌经一样杀了 这些人可以当作奴隶使用 甚至你可以娶来做妻子 被掳的人有基本的生存权利 所以你知道日内瓦和耶 但是这是比日内瓦和耶更早更早 圣经早经说了 他是战俘 他还有生存的权利 你不可以滥杀无辜 所以你去打仗人家去摆旗了 你不可以开枪 如果你开枪 你就是战犯 你就是谋杀 所以我们去摆旗了 你就得这样 你就别把他关起来 关起来你不能虐待他 你这样给他什么 吃喝所需要的 这是生命的权利 但是亚马歇却违背了这个原则 把一万个鲁来的以东人 活生生的从三亚上堆下去 表示什么 他不再尊重神对生命的看法 他从适可而止的报仇者 变成一个残暴的战胜者 之前他尊重律法 杀他父亲的仇人 却不杀他们的孩子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他以东打身材 却把这些战俘 推到三亚下去 问题出在哪里 为什么他之前跟之后 有这么大的区别呢 那就下个礼拜才说了吧 好 我们祷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